在日治时期南台湾第一家有电梯的领百货 睽違82年之后历经三年整修委外招商 今天正式再度开幕 以全国唯一文创百货重新营业 工作人员整理摆设做最后的准备 睽違超过一甲子的领百货终于要重新开张营业 历经三年整修台南市定古迹领百货 透过市府委外招商 以全台唯一的文创百货身份 重新展现老建筑新风华 有过去的历史也有未来的方向 非常吻合台南文化历史这样的精神 我们也希望这个领百货这么漂亮的一栋建筑 也可以代表台南文化的精神 除了修复台南第一座电梯 吸引民众常先体验 顶楼更保留1933年设置的神社莫广社 更特别的是早回用这82年历史营业用的展示柜 原本这两只柜子在战后由员工礼席全买下 柜子老主人过世后后代捐赠给台南历史博物馆 如今重回零百货 李家人倍感欣慰 零百货曾经是台南商业繁荣象征 历经风霜 展露新生 即使无法和现代百货规模相比 仍要延续老台南人的历史经验 创造古籍的新价值 接下来 徐正俊 陈显坤 台南报道